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,一年一度的新设花海开幕一周来,吸引数十万人到场赏花,却有不少人近次跨越围离,采进花田拍照,造成多处塌陷,有如海波浪,美景毁容,其他游客见状,纷纷直说太没功德心。 农委会种苗房只改良厂说,今年比起往年破坏者少了许多,但仍会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宣导,希望大家一起让花海美景留存,给更多人欣赏。 李信明仲投诉说,昨天他带阿公到新设花海赏花,踏行,却发现博斯直花海区有三到四处严重塌陷,更有人直接走进去自拍,虽有其他游客及工作人员制止,但还是有人不听劝,十分没功德心。 终苗场说,今年新设花海开幕时,就因抢风,像雨及夜晚野狗追田鼠闯入,造成多处花海塌陷,至目前为止被踩坏的就有三、四处,比起遗忘少了许多,由于损坏面积面积不大,不会对民众提告求偿,目前已加强巡视,并劝导游客不要误踩入花圃内拍照,如履劝不听,将请警方到场处理。